我这一下午是边做边吃边吃边做 我现在一肚子全是这个印子疤了 所以我们这道菜是什么呢 鱼米之乡 鱼就是扇鱼 米就是印子疤 看着桌上的配料 还有肥河的五花肉 这几道食材的搭配 味道调查员还真是从没见过 这会是什么味道呢 现在我们扇鱼进行要切断了 好 扇鱼打花刀切断 放一旁备用 五花肉焯水去血沫 捞起切块 热油爆炒 加入酱油 盐等调味料提鲜增色 加水焖20分钟 盛出备用 少许肥肉煸出油脂 加入扇鱼段 高温能够锁住扇鱼肉的水分 热油可以迅速激发出扇鱼的香味 让扇鱼段表面绽开花 形成胶酥的外衣 内里却还鲜嫩 此时加入炒好的五花肉 锅铲翻飞中 五花肉的油脂包裹着扇鱼 旺火炒至下 纯厚的肉香进入鱼肉中 再次激发出鱼肉的香味 现在锅里边这肉香 扇鱼香已经特别特别诱人了 现在可以加入我们今天心情做的这个 印子扒了 印子扒一下锅 就裹上了一层酱色的外衣 高温炒至下 淡淡的米香也飘散出来 哇哦 鱼米之香出锅了 没有想到这三种看起来没有什么联系的食材 居然这么协调地结合到一起了 主菜出锅 蛋皮等煮菜也陆续制作完成 晚宴即将开始 一起来吧 大家一起来尝一下 大家一起来尝一下 尝一尝 看看这味道怎么样 嗯 这印子扒还挺入味的 而且这印子扒外面裹了一层那个猪油味 那就是提的那个香味 鲜鱼酥香 外焦里嫩 猪肉软烂 肥而不腻 印子扒吸收了浓稠的汤汁后 变得软糯鲜咸 经过红烧后 这道菜色泽酱红 油亮动人 鱼米之香的鱼米之香 名字和味道都是极妙的 好吃吗 好吃 有你做的印子扒香吗 还香一点 还香 谢谢 谢谢